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施生,以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一個星期回來,我們上星期提到 黨慶之後,股市可能有少少回落 誰知一跌,跌了差不多整個星期 最新的情況,錄影時間是星期五 星期四,恆指曾經跌過八百點 整個星期,有很多事情發生 你會否逐一件跟觀眾評論,究竟成串的事件 是否代表香港,港股陷入新的熊市 我們上一集特別提到,港股比較弱 因為資金層面比較差 今個星期,市場有幾個大新聞 大家很關注,值得施生,可以幫我們評論一下 第一,星期一,大家聽到一個大消息 這段時間,平台經濟及科技公司 都有很多政策的影響 星期一,比較大件事 就是一間叫滴滴,在國內一個網約租車公司 上星期,去了美國上市 出了一個國內的情況 其他地方,由於數據安全 現在的Apps 需要下架 影響到他們的營運 大家可能會擔心 接下來,基於國家數據上的安全 會對很多公司的營運,會否有影響 另一個,亦跟這些相關的影響 可能牽涉到中美關係 在過去一段時間,所謂中概股 即是中國公司去美國上市 所謂中概股 其實,早兩年,美國就開始打壓 如果我們那些中概公司,不交出資料 可能要脫牌 這個星期,其中一個市場發展 發覺,未來中國公司,不希望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 過往,中國公司要去美國上市 可能是經一個單一部門牌人中證監 似乎現在可以收緊 這似乎是一個政策上的大方向 當然,短期對股市,大家擔心政策上的風險 科技和政策上的層面,令市場的憂慮比較多 當然,亦有相對雲觀的消息 上次在國內,我們提及過疫情之後 一段時間,流動性不像美國一樣,失控的擴張 都是比較謹慎的流動性 但今星期,國內已經開始說 要適時在降準上,可能有所轉向 具體是未降準 不過,未來幾天,大家應該會聽得到 市場可能擔心 當大家認為,疫情慢慢過去 經濟開始復甦 之前,都不降準 覺得不放流動性出來 現在,人們開始反韓解讀 現在才放水,是否代表經濟反彈節奏 開始漫漫下來 今星期,比較多雲觀的新聞 令市場比較弱 我覺得這幾件事,可以連繫一起看 第一個,是滴滴去美國上市 其實,中央或中國政府,之前都有表示顧慮 滴滴說,資訊的訊息,傳在中國,並沒有事 但是,有些人說,滴滴有美國退休將軍 滴滴擁有的資訊,差不多 全國有1500萬司機,有幾億人用 中國政府,掌握的訊息,是很齊備的 中國政府,對這些訊息,在美國人身上有顧慮 但我認為,這是表面上的說法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中美下一輪交鋒的提前部署 山雨欲來,風滿流 如果你不讓他去,便一早不讓他去 去過了,才說要他下架 當然,有些說法,滴滴去美國,是突快批核 人們一般,要搞很久才批核 美國,似乎在黨慶之前,就批核 中國政府,現在有些估計,有少許做給美國看 我不算好恨,一定我的公司,去美國上市 因為美國之前,未必讓那麼多公司,去美國上市 現在中國政府,還有消息,說美國上市的方法 不妥當 美國都說不妥當,這些方法應該是投行想出來的 應該是說VIE的模式 因為國內很多行業,不能夠直接由境外公司持有 很多概股相關,就是所謂的VIE 他未必能夠控制投票權和分紅權 但他能夠純粹提取經濟利益 他只是買太股息的分享權 他不是正式擁有股權 在美國,買中國上市公司,買不到正式股權 美國政府,又不太喜歡這種做法 現在中國政府,說我都不太喜歡 我遲點不給這種方式,去美國上市 遇下一輪的埋牙,你可能又說,這個不給那個不給 你說不給我,我不給了先 你便想打我,你說我打你兒子 我打死你兒子,你不能打我 我相信是部署下一輪埋牙 美國總政策,他們自己說是Decouple 即是說,跟中國關係切割 現在已經切割了很多部分 現在中國的態度,可能是你切,我又切 我切完,你切來也沒用 所以,港交所要升 因為以後,可能全部不去美國上市 來香港上市,香港就得益 我自己覺得,下一輪的中美磨擦,現在正在響警號 一賣牙,肯定有損傷 有損傷,中國會用寬鬆的貨幣政策 美國其實用了很久 聯儲局,之前說縮表,或者在上一輪都試過縮表 縮表的目的是,希望不用整天靠零息,靠低息 利息上升,下次還可以調校 中國一直沒有用 現在用,我相信效果會相對好一點 如果將來中美磨擦牙時,對經濟預期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我便放水 之前可以不放水,就一直不放水 將來要放水,應該效果會好一點 當然,對經濟預期會支持 但預期埋牙時,經濟會受到一定的挑動 我相信香港股市無可避免,一定受到中美磨擦 會有所衝擊 這個無可避免 問題是,衝擊的結果,是否對香港造成很大的效果 早前一個時期,美國撤銷香港某些特殊待遇 要不讓香港造成這樣,制裁那樣制裁那樣制裁 但實際上,效果不算很明顯 港元又沒有崩潰,資金又沒有流浪 股市上市,有很多金融中心,繼續運作 外匯來往,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看這次埋牙之後 結果是怎樣 之前,美國聲勢很大,好像他出招多 拳拳,打出來也不小 但打完後,人們歸言不動 沒有實際預期的影響 未曾,好像初步有些說 中共一定捱不住 美國出手,就會投降 在國安法,在人大談判時,香港有些KOL 是有這樣的預期 現在,會看,實際上第二次埋牙之後 誰是掌握,先升一點 現在,我自己看到,最近有一些消息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最近的表態,似乎是緩和了 美國表態,不支持台灣獨立 支持,美國會繼續打台灣牌 在台灣問題上,找中國麻煩 又派人去台灣 現在,美國政府有人出來說,美國基本立場 是不贊成台灣獨立 我想說,中美磨擦之中 之前看到,美國出招多 但實際上,不是所有招都產生致命的效果 施先生,剛才提到港交所 以我理解,很多內地公司,為何要中概股去美國上市 因為在內地,他們上不了市 在香港,都可能上不了市 所以,沒有辦法,就要遠走他方,去美國集資 何德,你怎樣看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集了這條路 這些公司要集資,會否香港或內地,要改改遊戲玩法 先說一下,為何現在中國公司,都選擇去美國上市 以往,有幾個原因 比較大原因,就是 第一,美國資本市場,比較發達一些 以及,對於一些所謂增長人的公司 其實,股值比較高 因為美國科技股那麼蓬勃 因為他們整體都是一個信仰 他們認為增長,願意給予價錢 所以,取得高估值,很多人都決定去美國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技術原因 包括,剛才阿司先生提及過 部分行業,不可以直接上市 要用財技去做 第二,如果現在大部分,仍在大環境下 仍在去美國上市 最主要,中國及香港的上市,對盈利是有要求的 由於要賺錢 對,要賺錢 香港,這兩三年已經改例 大家現在聽到的所謂B仔股 即是生物科技,沒有盈利 過往是不行的 現在已經多了 在大陸,有科創版 雖然,習主席過去兩年都很極力支持發展 但其實,對盈利要求較低 不過,其實也不太容易 所以,你見到暫時,如果一些互聯網公司 生意做得很大,但真的沒有盈利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底下,就一定要被迫去美國上市 不過,你見到的趨勢 通常,如果美國,由於上市的時間,盈利要求要去美國 但一旦他們上市之後 現在的形勢,都盡量回到香港,做第二上市 這星期,港股有一個新能源汽車公司 之前,由於沒有盈利 早一段時間,就去美國上市 一旦他們符合上市的時間要求 很多人都會選擇,回到香港,作為第二上市 回答你的問題,如果中美的關係,在上市上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角色 例如,部分行業的盈利要求 就像現在的生物科技相關公司 可以有少許酒盞位給大家 可以對中概股,進一步防寬 亦可以有一個機制,讓他們回來,幫助企業 亦可能強化香港,作為一個資本市場的角色 我自己覺得,所謂的中概股 很多都是互聯網概念 用網上平台,做很多創新生意,顛覆性生意 我相信,中國政府很重視這範圍 相信這範圍的發展,與美國較量超越美國 將來的中國,是一個重要戰線 中國的互聯網公司,或相關公司 很大的程度,是抄襲美國 所以,他認為,如果要贏美國 中國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互聯網方式 管理這種生意的方式 包括資本運用方式 以及平台數據運用方式 現在,我相信中國政府,對於這領域的生意 進行調校、摸索、管控 所以,出手比較多 究竟,是被他弄得很強烈? 我認為,是被他弄得很強烈,而是被他弄得很強烈? 但是,他想借這套,是超越美國 所以,我認為這些公司,不會完全沒有前途 但是,這段時間,是相對動盪的 但是,趁他動盪,你找到機會,看中其中一些真的強烈 這是一個好的投資機會 根據先生所說,政府的調控,或參與程度會再提高 但大部份大的科技公司,真的掌握了很多數據 譬如騰訊,阿里巴巴,甚至美團 你擔心這些巨型的上市公司? 這個影響,未來科技估資或相關投資,都會有長時間收押? 我先補充,詩先生的觀察 我認同,近幾年,國內的新經濟公司 當然,整個大環境,都凸顯了一些價值 但在不同的事件當中,中央政府,對於平台經濟公司 對於創新的販賣空間,是不同的 譬如,他特別提及過 之前,社區團購,及買菜市場 在國內,所謂奉獲發展,及生餐死 阿爺的文章中,特別提及過 他們說,平台公司,不能為了鬥便宜,賣兩斤蘿蔔 花這麼多功夫 那些,對社會資源不太大幫助 應該將時間、精力、賺到的錢 在創新的有用範圍內 今個星期,都有一個類似的說法 譬如,一些金融科技公司 他們說,借錢,銀行收益幾厘 但這些平台公司,中間收益了很多錢 那些錢,對整個金融系統,不太大幫助 國策上,希望資源,收入及創新的路向 方向,有少少好調整 我自己也相信,過往一些盈利模式,在新的環境中,可能要有轉變 但整體這些互聯網公司,始終基礎及大家生活,連成一體 我覺得,他們會一直變化 這些公司,亦不會死亡 不過,短期之內,股票市場比較短線 大家看到股價,未必有很好的空間 大家便留一留 若細,零買了當頭起,大家都在等待 正如阿斥珊所說 這些公司,去到一些位置 你真的去判斷,公司本身長遠的價值 幾個範疇,我認為政府都在出手 一個是,資金運用問題 大量動用社會資金,用價格競爭,去壟斷市場 破壞很多行業的生態環境 譬如淘寶,可能有很多小商販 無法做小商販的生意,對國家的幫助,未必有很大 有些小商販,做一些舊式的生意 都沒有問題 如果人工智能,做一些新科技,電動車 甚至上太空,他們覺得,對中國的角力有幫助 純粹是叫外賣,或叫的士 如果純粹是,太空商販,或是向無錢化 或是某些效益都有提升 但是,是否花這麼多錢去做 會否影響其他中小企呢 現在國內開始留意這件事 另外,就是數據問題 如果純粹是提升的士的效益,不可以賺多少錢 的士本身的生意都有限 在的士生意中,再奪取出來,有多少錢 所以,一早就說,拿了別人的資訊,是做其他東西 大陸叫楊無出在豬身上 你明明是做豬毛,而是扮演剪陽毛 所以,在這方面,他的管制會變多了 可能有一部份,動用數據的空間規矩 他要重新定過 這是現在這些行業面對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完結後,中國政府的整體 都是希望這個行業發展 以及借這個行業,超越世界 這是他競爭的competitive edge 他不會整死他 只不過是將它作一定的調教,合理化 如果不是,他有些擔心 就是這個行業的過度發展 最後造成泡沫 大陸危機 所以,現在是處理好之後,或是處理效果好 中國的股市,應該是可以更上一層樓 所以說,今次的跌市,其一連串的原因引起 如果投資者,可能想撩底的話 都要考慮剛才兩位所說的事情 密切關注幾個因素 看看是否有改善,才能重徴出擊 今集的時間到此為止 大家有興趣,不妨到網頁或youtube頻道 看看更多資料,我們下集再見